水宝局花莲分局多年来是协助在地小农提升产能 创造特色更加强行销 并和田志轩文化艺术基金会与卖卖景观设计顾问公司来协力 帮助返乡青农开创农业的新契机 水宝局花莲分局近年来推动农村再生计划 协助在地小农提升产能创造特色更加强行销 今年初也举办了农村体验广邀全国中小企业组来到花莲南区 亲身感受农村的丰硕与美好 从民国99年7月农村再生条例通过以后 我们花莲分局就积极投入这一块 有关社区的部分我们从培根陪伴一直到辅导 也产生了很优质的社区 那我就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在我们瑞税的复兴社区 那他就全国的那个就是中小企业去参访的时候 哇 这些大老板就发觉 哇 农村有很多好物 也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那他是我们就是在金牌农村第一届的时候 得到同牌奖 那当天也有青农我们在推展那个 就是青年回流的部分 那有一些青创的部分的产品 也拿给这些中小企业老板 他们都很惊艳这样子 农村既然有那么好的一个产品 除了工部门的政策推动 也有民间社团和企业一起来协力推广 包括投入花莲农村再生辅导 将近有20年的卖卖景观社区公司 和田志轩文化艺术基金会 共同推出了李李仁礼盒 也成为了花莲南区农村直卖系统的 先发亮点商品 今年是第二届的金牌农村的部分 就由我们的那个玉里的赤柯山代表 那这一次李李仁的好的产品里面 就包含我们赤柯山的 宜丰荣邮局 还有那个达兰富部落的一个金针 那等等这一部分 也感谢 感谢田志轩这样的一个基金会 帮我们农村的好物能够推展出去 农村再生计划推广多年 有工部门的用心 有民间社团和企业的热情 陪同花莲在地小农一起成长 开创花莲农村的新生命 这旅会幻市报道